大家好 现在在我们南方天气比较暖和 所以非常适合鸭甲木生长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让这个鸭甲木生长得更加健壮 叶片更加肥厚翠绿 由于现在南方属于暖冬 天气都在10度到25度之间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鸭甲木下足肥料 让它生长得更加健壮 最好是用一些磷甲元素较高的肥料 因为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不要使用一些 淡元素较高的肥料 我们在冬天养护鸭甲木 一定要提高它的生长能力 增加它的光合作用 改善它的叶片 所以我们尽量使用一些 磷甲元素较高的肥料 最好是使用磷酸二斤甲 用一克的磷酸二斤甲 对上800毫升的精水 给这个鸭甲木喷湿叶面肥 这样的话这个鸭甲木就增加了叶绿素 让它生长得更加旺盛 更加健康 如果阳光比较充足的话 那么我们也给它多晒晒太阳 增加它的光合作用 让它生长得更加健壮 这样的话这个鸭甲木就上得非常漂亮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